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后期的话其实我会希望同学们能够实际的操作 然后知道说怎么去搜寻图片 跟了解著作学的代表的意义 跟后期的话还有一些创用CC的概念 把它揉入其中 透过这样的教育课程 其实我们在平常的一个课程融入来讲 都会对他们造成一个比较好的影响 近年来盗用他人的智慧财产权事件频传 为了避免图文传播科学生 在设计创作的同时有侵权的可能性 高雄高工希望透过课程单元的规划 让学生了解素材取得的合法性 如果以后要使用著作权的部分 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就是学到怎么用著作权 还有就是运用在图文编排 以后要找图片的话 就可以直接到Google他的搜寻 然后找到可以用的图片 融入课程的话 让在课程当中 孩子跟老师面对面的 更直接的以实物的方式去展现去体认 其实对他们来讲 会更具有对于著作财产权的一个观念 跟实践的一个想法 其实不管是重制或是二次创作 都或多或少涉及版权的争议 除了规范之外 更重要的是还得靠创作者的自我要求 以及对智慧财产权的重视 学校期盼透过课程 让学生们相互讨论 了解创作者的辛劳 并学会尊重他人的智慧财产权权 也让学生获得更多素材 取得的正确管道 记者吴炳源、郑志源、高雄报导